现在的话把轮子使劲向内插 使劲可以左右拧拧然后使劲往内插 如果说轮子绝对没有插紧的话 可以用脚踩着五星脚使劲向上踩 这样的话就插得很紧了 气干直接放到五星脚孔当中 收到的椅子的话靠背是折叠起来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靠背的话已经打开过了 现在直接把靠背向外拉就可以了 这个是折叠靠背的状态 现在安装那个可挡杆将椅子放到侧面 将可挡杆对准那个孔位 可挡杆的话可能说现在是不行 就可以将靠背向后压一点 只要对准孔位就可以固定了 这个固定的话我们是有三种方式的 有像我们现在这种螺丝的 也有像那种小铁环的 或者是有一个小棍 小铁棍的也有的 因为这个的话只要固定上就可以了 现在固定三个孔位 只要固定了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安装五星脚 五星脚对准气干的孔位 将椅子扶正 新收到的椅子的话是气干全新的 我们这个椅子的话已经使用过了 气干的话现在是升高到最高的状态 您可以收到之后多升降几次 如果升降不下来的话 把人稍微往后坐一点 然后脚可以使劲的往下蹬一 可躺的话只要搬那个银色的搬手 人向后躺 这就是可躺状态了 如果要收回来的话 是人不要靠在靠背上 向后拉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可躺 现在使用逍遥 逍遥的话就是坐垫的左侧 下面有个黑色的小拉手 向外拉 这个就是逍遥打开状态 人往后倒 就是这样像摇摇椅一样 现在关闭逍遥就是黑色的小拉杆 往内推到底 塞紧 这样就是关闭逍遥 关闭逍遥的话 还是稍微有一点 因为这款椅子的话 就是可以逍遥的 现在我们拉出鸽脚 鸽脚然后向上翻 这个就是鸽脚 鸽脚收紧的话 就是可以用手将鸽脚软包往下翻 然后左右稍微擦一点 这个可能比较紧 可以用两个手帮忙 左右摇晃一点 因为太松的话 可能会